孙典英 某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土匪军阀 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 恐怕就是道爵慈禧和乾隆的陵墓了 这位东陵大道自小就顽劣成性 惯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 简直就是劣迹斑斑的土匪形象 投靠军阀后 孙典英受命去剿匪 路上看到东陵殿宇富丽堂皇 于是便起了贼心 1928年夏天 孙典英及其部下用蛮力抢行炸开了东陵 将牧室内的西式宝物洗劫一空 从此臭名远扬 孙典英大肆盗掘清东陵的丑行被发现后 满人哗然 部分奇人团体以及殉清皇室 甚至包括溥仪等满人 对孙典英的恶行表示强烈的谴责 他们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 孙典英盗决东陵一事 煞时轰动全国 成为了海内外备受瞩目的大事件 那么孙典英为何要盗墓 盗墓之事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 显微人知的内幕 清东陵 是清代皇陵之一 位于河北省尊华县的玛兰玉 清代很多皇帝太后皇后的陵墓都在此地 然而 在这众多帝王后妃的陵墓中 当属乾隆帝的玉陵 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最奢华 这两位本就是最懂得享受 最爱收集西式珍宝的主 他们死后的灵寝 自然也是堆满了金银珠宝 乾隆帝的玉陵中 除了玉石珠宝 还有不少随葬的名家珍迹自画 价值连城 陪葬宝物种类繁多 其中最宝贵的 还是镜上的一串巢猪 和一柄九龙宝剑 九龙宝剑乃帝王的象征 剑鞘上嵌了九条龙 剑饼上嵌满了宝珠 可见珍贵 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更是气势不凡 她的定东陵 有一块清代究竟有的 凤鸭龙图案的单壁石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慈禧 作为垂帘听政的 清末实习掌权者 与众不同的身份 孙典嬴先是炸开了 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带领手下大肆掠夺宝物 慈禧一辈子极尽奢华 她的随葬品 必然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根据内庭大总管 李连英的四长子 李成武的记录 慈禧未入官室 先在棺材底下 铺一层又一层的金花丝入 绣佛串珠薄入 之后身穿金丝珠串彩绣礼服的慈禧 才被抬入关中 然后还要给慈禧的尸身上 铺上她早已准备好的 枝金陀尼精被 身边堆满了她平时真爱的宝物 九玲珑宝塔 翠玉佛 翡翠西瓜 翠玉白菜 红珊瑚树等不计其数 还有一件更加广为人知的宝贝 就是慈禧太后口中所含的叶明珠 据传如鸡蛋这么大一颗 夜晚百步之内 可以召见人头 十分清晰 孙殿英不是傻子 她定知道整个陵墓里最值钱的宝贝 都在慈禧身边 因此她炸开定东陵后 直奔慈禧的棺材 叶明珠也抠出来 翡翠西瓜 翠玉白菜等被掳走 据悉 孙殿英连慈禧身上所穿的金丝的衣服 都给脱下来带走了 整个墓是喜结一空 道完慈禧墓 她仍不满足 再掘乾隆皇帝 红绿的御灵 掠走了大量真品 接连道空慈禧乾隆墓 孙殿英此举实在是太大胆了 她出身贫寒 背后有什么靠山 因善于见风使舵 投靠了当时的一些军阀头子 后又为军阀头目之一的张宗昌立下战功 从而才得到重用 仅此而已的孙殿英 怎么就敢如此嚣张呢 时间来到1928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 已进入河北地区 奉军北撤 然而 济东一带散匪很多 异常肆虐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 前往剿府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的慌乱年月 国民党旗下军队众多 属性复杂 部下官兵许多 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 因而军心浮动 上部拨两款下部服命令 在此情势下 孙殿英奉命剿匪 更是一桩苦差事 没钱如何剿匪 如何过活 孙殿英自小就心术不正 什么偷经摸狗 坑蒙拐骗的事 都没少干 当时他碰巧 突经青东岭 于是心生歹念 想到了一个 快速搞钱的好办法 盗墓 为这人耳目 他们以搞军事演习为由 开始计划盗墓行动 此外 孙殿英还找到 顶头上司徐元泉 向他说明了盗墓的计划 徐元泉深知其中的 厉害关系 心中虽然赞同 但是不好意思流露出来 于是没有表态 孙殿英很会察言观色 他看到上司没有明确反对 那就是默认的意思 于是决定放心大胆的实施计划 无论如何掩人耳目 终究是纸包不住火 孙殿英肆无忌惮 盗决青东岭的事 惹得满人大为不满 坚持要严惩盗贼孙殿英 当时孙殿英事后急于销赃 不少西市珍宝流露海外 至今杳无音讯 是为我国的一大损失 盗案披露后 不只是满人 许多民众团体 纷纷惦请国民政府 呼吁纠察主谋 文化维护会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 国保整理委员会等等 也都发声支持 严办东陵盗窃者 尽快收回被盗国保 严防流出海外 此类呼声在全国逐渐高涨 国民政府迫于压力 不得不做出些样子来安抚民心 国民政府下达了一系列 声势浩大的盗贼缉拿手段 从上到下都轰动了一番 然而在谁是主犯这件事上 他们却含糊其词 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际 孙电英用到来的宝物 贿赂各级官员和厉害人物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甚至于孙电英 还以案情外的第三者身份 递交成文 为盗铃要犯辩护 通过以国保为大理 进行的上上下下的打点 孙电英不仅逍遥法外 没有受到任何应有的惩罚 反而不断加官进决 就这样 东陵被盗一案 上报几个月过去了 因案情盘根错节 难以判决 最终竟不了了之 只是孙电英的恶行 导致了大量珍贵文物流逝海外 给我国的文物收集和保护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正所谓恶有恶报 孙电英一生恶贯满盈 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1947年 人民解放军进攻汤英 孙电英赋予顽抗被俘 并死在狱中 接下来说 这才是慈禧太后的真实相貌 气场非常强大 最后一张图 李莲英眼神能杀人 慈禧太后和格格们 照片是慈禧太后 玉前女官德灵公主的哥哥 玉勋灵拍摄 时间都是在慈禧太后 七十大寿左右 慈禧太后对拍照非常重视 每次拍摄前 都提前选择黄道吉日 而且精心打扮一番 为了拍好照片 慈禧太后不惜重金搭建幕布 并进口昂贵的拍照器材 目前慈禧太后 所有存世照片中都是全身照片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慈禧太后非常迷信 她认为如果照相不是全身照 那是不祥之照 慈禧太后迷上拍照 是因为光绪28年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将自己的全家福 一张八英寸的照片 送给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看到这张照片后 对拍照产生了兴趣 老照片把慈禧太后的奢华生活 彻底展现出来 全身奢华的衣服 精美的配饰等 照片中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有苹果摆盘 令人难以想象 当时紫禁城一年要用掉 15万个苹果 这些苹果不都是吃掉的 慈禧太后要求她出现的地方 都能闻到苹果的气味 慈禧太后和外国公使夫人的合照 慈禧太后的奢华难以想象的 德林公主在书中描述了一件事 说的是慈禧太后一次去奉天 结果火车一节车厢里都是她的衣服 她的伟大和富丽 即使人 目为之炫 神为之夺 除却你能看见了一片彩云似的锦绣之外 你就不用想细细鉴别它们 因为它们伪食是太多了 太美丽了 作为晚清中国实际统治者 慈禧太后不怒自威 她的气场非常之大 这也正常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慈禧太后没有威严 晚清那么多杰树人才 会甘愿臣服在她的十六群下 显然不可能 相信李鸿章 左宗棠 曾国藩 张之洞等 哪一个不是人中之龙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游玩 稍微了解晚清这段历史的读者 都知道慈禧太后是通过发动 新有政变诛杀顾命八大臣实现垂帘听证的 纵观在新有政变的过程 慈禧太后展现了她个人能决断 有手腕 全域强等个人特质 在政变后能顺应实施 保持政局的稳定 使大清顺利渡过难关 慈禧太后的出行摆拍照 反映的是慈禧太后日常出行的盛大牌场 老照片非常有价值 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大太监李莲英的真实相貌 仔细观看李莲英的长相 面露凶光 眼神能杀人 显然她的城府极深 作为晚清最有名的太监 李莲英早年一事无成 走投无路的她自愿静身入宫 凭着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 李莲英很快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 一跃成为首领大太监 负责宫中一切事宜 大权在握后 李莲英更加谨小慎微 最终让她得以顺利出宫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